好 進入到這一段的節目 大家對於今天的回答都有點壓力 可是如果您有看上一段節目就會知道 其實來賓覺得真的只是小小的休息 尤其是電腦展的前後 其實台股科技股的上漲機率還是高的 另外常常強調 如果您有做配置的話 其實非電電子各配一點 輪動的情形您都不會輸到 好 來歡迎這一段的三位來賓了 第一位是國寶級的技術線型大師 杜金龍杜大師 好 杜大師在這一段就要教您怎麼配置在飛電呢 因為銀劍股我們常常提醒 絕對會有第二波的行情 那這兩天是不是驗證了真的在回暖 今天海月甚至是漲停版 那杜大師之前常常講 我們也要留意運動休閒產業 除了今年是奧運年 其實財富的外溢效應 對運動休閒是有幫助的 等一下來聽聽看杜大師怎麼說 好 第二位是好久不見了 大家好 古奇小王子翁世俊 世俊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注意到股東會行情呢 因為現在一定是很多很多股東會 一個禮拜就有200家股東會 目不暇己的情況下 重點產業 重點公司 開股東會股民最有興趣 說了就會漲喔 那哪些開了股東會呢 貨櫃航運 散裝航運 還有AIPC 機器人都要開股東會 看看世俊 點點名喔 好 第三位 我們今天有新同學加入喔 他是半導體的產業分析師 Vick 黎智健 好 Vick呢 他是誰的好夥伴 Vick是很久很久沒有來的 老王的好夥伴喔 在普惠投股 那他今天代替老王出征 以後我們就只用Vick了喔 Vick要帶我們去哪裡呢 Vick要帶我們去看 Computex電腦站 因為他是非常資深的 半導體的分析師喔 他會告訴你喔 其實攤位喔 大有來頭 攤位怎麼擺 場外在做什麼演講 都跟接下來會長的電子股息息相關 今天Vick帶你內行砍門道 好 首先有請杜大師 趙娃好 好 杜大師 昨天晚上美國的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又飆了 對 因為現在公債沒有人要為 連兩年期的公債都飆不出去 對 那到底怎麼辦 這對電子股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喔 可是反正台股永遠在輪動 你今天要來教我們喔 如果電子轉到非電去的時候 營建類你是看好的 運動休閒其實你也看好很久了 對 沒有錯 那昨天好像在美國就發生了比較大變化 就是說個人消費的支出可能比疫期來的高 所以美國十年期公債 昨天就一口氣跳到這個月的最高 因為它上次是從4.9% 跌到好像4.3%的樣子 所以只要這一跳上來 美國科技股就今天就比較大的一個回答 是 那就看今天晚上這個資料是不是符合大家的預期 那因為這樣大家就認為說 美國這個利息會不會在 本來在9月要調低嘛 要這樣講好像有點 往後 對 希望不大 我記得他只要到11月份就不要講這個話題 因為總統已經選完了 大概是這個 所以大概這個是最大的影響那個美國科技股的一個因素 那台股我們大概也知道 今天是比較大的回答 目前大概是在這邊做一個高檔震盪 一般來講我們要破線完以後才說真正這一波結束 剛開始我們都是認為這個盤勢在高檔震盪 所以在今天你看到主要的前置股 台積電我最愛的台積電 你最愛的台積電剛剛有劇透你有偷偷去減一點 對 因為我一般言者都是這樣 台積電昨天跌 今天只要看到他跌重挫 因為我們那個期貨大概都知道他會跌多少 那我一般大概都是看期貨的開盤價晚又上兩檔 我就掛 所以今天就買到那個開盤的位置 想不到他尾盤砍下來 那這個 那鴻海的話也是一樣 那館檔今天我也是買開盤價的 大概相對 那蓮華科今天是相對比較強 另外還講的話 今天我們只要電子股以前從 上一次再五成多的成交量的時候 就跑到揮電子 後來這波緩談的話 那個電子股提高到七成八成 阿婉又揮電子就做比較大的修正 尤其我們等一下要講的銀件 有沒有 四月份是漲比較多吧 那五月份 從五月二號三號就開始回下來 只要電子股再回的話就會回到一些傳染股 那一般來講我最近的感覺 傳染股它大概都是銀件 還有那個二八的金融 你看看今天那個國泰金有沒有 開盤的也是開高 我今天有去買那個富邦 買開盤價 富邦金 因為它獲利還不錯 最近是短限那個國泰金 漲比較強 銀件的話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股市漲 因為以前我們記得民國76年70年 股市漲的話大家有賺錢一定會去從事這個環地產的一個買賣 再來還有一個類股就是資產股 所以你看今天那個資產股台火又漲 只要只要會漲那個9902的台火莫名其妙 我們上次有講過 再來你會買銀件資產完以後金融 再來人有錢你大概就要運動 要運動要修生養性看能不能活久一點 所以我們就用那個運動休閒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有用居家生活 運動休閒是我們七年的四大類股 那在銀件裡面我大概有整理了這一次 大概整理非常詳細 一般來講上次也有講過 就是說銀件只要接岸完 因為它三年都是一個比較好的兜頭 那銀件裡面我們上一次有講是說 國券是它在四月份漲了大概一倍左右 所以它是指標股 那動完以後整個銀件股大家買盤就會進來 那再來就是我們比較幾乎的是華固 華固上次也有講過 就是說我太太有一個朋友 她本來就買華固 後來去買那個紅衣有沒有 紅衣不是前天漲停盤 昨天跌停盤又開始在這 有案子有點重 對對對 那華固 那再來就是原大一直寫報告 國產 國產的研究報告 它每個月寫 而且寫得非常積極 那剛才我小兵有講 九一九把他納入華固 跟國產納入成分股 那其實MSCI這一次納入小型股裡面 就是我們銀件股有五檔 有五檔 所以那時候銀件股在四月份 大概有稍微比較熱肉 而且像華固跟那個國產 都是一個五月二號五月三號 是這一波的高點 那他們大概像那個國建 大概從高點下來回了二十趴左右 因為他們因為四月份漲比較多 回了二十趴 那華固跟國產大概回十幾趴 所以他們在五月份大盤電子股在漲的話 其實我們的銀件股已經有稍微休息 那休息完以後 你現在大盤在高檔震盪化 這一類股搞不好 在四月中型休息完以後 會不會再做一個另外一波 因為我們認為他四月份那一波 大概只應該是出生段 那只是出生段 對對對 因為才整個一個類股才上來 不可能這麼快的休息 那另外來講的話 那以現在股價來講 小朋友說今天的殖利率有沒有 大概都在三趴到五趴左右 大家記得我們大盤最近 已經漲到兩萬一 大盤的殖利率好像剩下二點多 二趴到三趴 我們臺股殖利率變成二點多 對對對 因為我們已經漲到兩萬一 本益比大概是二十三倍左右 如果以五月份的資料 那四月份的資料 那五月份現在大盤還漲 所以這殖利率 你看到華庫的殖利率有沒有 還有那個國產的殖利率 都在三趴以上 所以怪不得 這個ETF會把它納入 它的成分股 那這個禮拜 因為我每個禮拜都有做類股 所以這個禮拜 我就把這個運動休閒 大概四十幾檔 做一個完整的一個整理 運動休閒也到四十幾檔 對 因為它 我們那個集中市場 有運動休閒類股還有OTC 所以你把它加總 大概有四十幾類股 那一般我大概都是 把那個集中市場有寫 研究報告做AK線圖 那你看到喬商 我們上次也講過 那這一次有用護肅 做高呼球頭的 那博文這個也是運動休閒 健身環 那東哥這個就是遊庭 我就每次看到東哥 以前莫名其妙長停擺 我是說會 因為他在台南 對啊 你可以去定一艘 我只能看 只能看 那這一次那個疫情 我有做出來 他這個自寫的 那保存我們上個禮拜有講 他大概營收已經慢慢上來 那有一支比較很奇怪的話 就是那個鋒塔 我們AK線圖做到昨天還是 大概股價是12629的股價 就跟那個藍牙一樣 藍牙的股價也是最近最低 今天最近的藍牙都是每天拉尾盤 看尾盤 今天就擠拉 所以很多股票很奇怪的東西 那這支也是一樣 美利達我們上次有講過 就他有寫二零二 二零二六年的N2報告 那目前大概凱基有寫七家的 二零二六年的N2報告 那那技大的話 最近庫存修正的話 稍微有減少 所以大概凱基今天有寫美利達 跟技大的一個所謂call memo 就是我們大概 那他的EPS多算還不錯 因為在我整理運動休閒的話 你看到他的獲利多 有的非常好 那只是說因為他的股價有的比較高 所以量稍微比較少 可是他們一般來講 都是有一些投訊 法連任養的一些個股 大概是這個 有研究報告實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對對 說杜大師說寫到二零二六了 對對 現在已經大概寫了七家 今天有八家 大概算蠻不錯 裡面像高麗也有寫 高麗 那一家散熱的 很多達人很喜歡這個家 還有幾個陸陸續續也有寫 還有寫精華酒店 精華酒店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家股票 華固 華固的話 他獲利你看到寫研究報告 十塊錢 雖然明年也是很老的一個 明年可能有入障 你算出來 那去年 今年稍微沒有入障 這個研究報告應該 我隨時都在更新 那他的股價也是一樣 這一波有沒有 整個上來 幾漲 那完以後你看到這個 都有那個大戶 在做他的買賣 那一般來講 他們一般來講 他是在這個高點 就是說我們五月初他的高點 完以後有大盤 在電子股前回到電子的時候 這個銀建股有做修正 那相修正的幅度是比較少 那完以後今天開始股東位完以後 又有稍微上了 那這支股票我長期來講 都是法連在 大家都在認為它是一個GU股票 擺著配股配息都還不錯的一個個股 所以大概在銀建股裡面 我大概都會把這支納入口袋名單 推薦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他按量也大了 多多少少每年應該都有入障 對對 那國建的話我們知道 在四月份他是整個大概漲了一倍左右 所以這一陣子在四月三十號 他高點完以後休息了大概 在這邊回了二十趴左右 那這個慢慢形成完以後在這邊做盤整的一個動作 那他可惜的話就是沒有人寫研究報告 因為理論上 因為我們現在很缺電子那個營建研究員 不像我們早期我們的研究員 那個營建是很多人 可以用現在很少 所以來講的話 他是以整個一個指標 類股的指標 那我最近有感覺在我們的國泰金 股票動得比較好 那國泰建設也在動 所以這個集團好像目前的股價 有稍微動得比較強勢一點 就像我們鴻海集團也是一樣 有沒有最近他的相對很多股票 大概動得比較厲害一點 所以這一支在營建股裡面 應該可以納入考慮 好國建算營建股的領頭一樣 叫國泰證券趕快寫一下研究報告 好像找不到以前的那個營建研究員 我記得我早期我們以前大法 有一個營建研究員 每天都很喜歡跟我講話 女生嘛 男生 又沒有女生 再來這一支國產 國產大家記得 那個研大每個月寫研究報告 所以他長期大概有 那最新的EPS13塊多 他其實很那個營造很穩定 那他的股價也是大概在做高 而且最近也穿波段高點 五十一塊八有沒有 修正的話修正的比較少 他慢慢的突起 那那個919也把它納入沉溫股 所以其實這支股票理論上 他應該有一個比較長的一個走勢圖 因為我們大盤我們都認為出生段 來回來主生段 那你營建股是大概在四月份 才整個營建股量有在增加 所以大概在營建股 你可以把堆滋納入你的口袋林檔 所以這整個營建股 我們認為大概都還可以 浴板混凝土 而且他有一點資產的概念 對 大家有錢有買房子 大概一定要活得比較久一點 現在市區也有一些新的健身房 對對對 那他也是一樣 先漲一波 晚又獲利也上來 你看今年六塊多 四塊多 六塊多 那他上次漲完 先漲一大波晚又在這邊做休息 你看到這個大戶都在進 沒走 所以今天大盤跌他相對比較抗跌一點 而且有小漲 所以在健身裡面的僑三大概可以考慮 好 因為如果買新社區 對不對 也會有健身房 也就會用到僑三的產品 對對對 那這一支我先做的 這一類我先把它先做出來 護身做高爾夫球頭的 你看到他AK線有沒有 都是漲 而且獲利的二十六塊 今年十八獲利二十六塊 那這些投訊有在買 那其實他應該是大漲完 又休息完 又慢慢的會 走高這個量 而且他是OTC的股票 所以去把它以前的資料把它撈出來 所以在那個運動休閒裡面 這一支應該是有人嫩養他 那慢慢的 默默的一直漲上去 大概是這樣 有人說賦勝可能也有一點點奧運的題材 對不對 因為他是球頭的大場 對對對 他是奧運概念股其中一支 在那個7月26號到8月11號 奧運概念股一定會有人再推薦這個類股 大概這一次把它做出來給大家做成好 好 這邊非常謝謝 杜金龍 杜大師 好 這邊 說好的